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画 嗨大家好,我是3D 动漫解说 一世界悠闲农家第十画 看完影片喜欢再点个赞 各位一直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了 不是味道只是时候味道 现在就看俄子是第十一画 还是第十二画出生了 主要是时间线上的差别 根据小说的内容 俄子是要在第七画左右出生 但动画组为了结局所以更动时间 动画魔改不少地方 而小说有很多其他人的视角 蛮好笑的 以我的经验我是会看完整集动画后 再决定要不要买原作看 像我以前追爱《SIF》《Night Steel Tooth》时 我是看完第一季和《Wah》后 才决定买小说看的 不过这不让我觉得想快点看 接下来的剧情 所以想偷跑 陆游喜跟漫画截然不同 说真话动画演得很棒 让陆自己怀孕后之后觉想兔 发烧想吃酸食物啊 动画演出漫画没有剧情 就是陆游喜怀孕 真的是后知后觉啊 文官少女组半夜或白天 想从大树村逃出去 那里是死亡森林 所以会尸骨无存 还不感谢 小黑们与小蜘蛛 下婚你们 你们想跟村长有肌肤之亲 请三思 因为一般女性亚人身体 都被操到受不了 你们身为魔族 其实讲白就有魔力的人类罢了 可能会被操到好几天 不能正常行走吧 补充一下上级与荆棘的细节 在龙王多斯等人来到大树村后 暂时停留数天 为了欢迎他们而举行欢迎会 矮人一方为他们提供酒类知识 与品尝新款酒类 而鬼人族女仆 也推出水果来补充料理期间的空荡 而黑尔杰喜爱水果下大量食用 同时欢迎会期间也出现个别的小型表演 火勒所制作的御守戴与剑狱的演出吸引了眼光 但到了拉斯蒂两位恶魔女仆 被动画组删除的表演没有吸引龙族 因为他们是长期照顾龙族 反而他们看惯他们的表演 而火勒为救场尝试表演 但被看破失败 由于龙族一方感谢大树村的欢迎会 于是送白莲 宝物与龙灵 同时扶老把龙族的家庭关系记录并送到魔王一方 但是留下的龙灵数量太多 火勒曾打算送到麦可一方当交易品 但被扶老指出龙灵是稀有品 一旦大量送到市场会导致价格崩坏 而被火勒放入放置屋封印起来 另一个重要是迷宫的灰石 可以建筑适合龙族的地下城 而荆棘 一游历 由于魔王国之间也存在不同势力 所以当毕杰尔与扶老不在的时候 便把他们的人员换取 而两位文官娘还有其他人员 要求王女攻打大树村 当失去大树村后 打算利用不稳定的局面把扶老消灭 原作中扶老烦恼如何解决之时 鹿突然出现并指出利用村外战力 来解决游历的军队 由于战败 十位动画减胜三位 文官娘便成为扶老一方的部下 同时其中一位文官娘打算插队 与火勒发生关系被高等精灵挡下 其后游历向该文官娘严重警告 并告知别拉上他而吓坏对方半死 二 山精灵 最初是与另一群山精灵发生纷争 被赶走 幸好风暴龙介绍而来到大树村 在原作中火勒因为地亚开始生产孩子 而开始制造淘气 本身淘气是用来储存米酒这类特别酒 而曾打算从麦可一方购买玻璃瓶 但价格太贵而放弃 小说追加文笔提到由于亚为吸引火月而锻炼身体 但当火勒被另一位山精灵叫来 并看到亚裔人举起巨石的行为吓道 因此而减少与亚发生关系 并成为代表之中为怀孕的一位 而部下也怀上火勒的孩子 而村中水车是由山精灵建筑而成 在日后的剧情会见到山精灵的先进技术 漫画小说就是锻炼成为健美小姐令火勒失去兴趣 人妻露真香瞬间变人妻成熟起来了 魔王城的公主应听信美脑袋的权贵三人组 而打算派三百炮灰去攻打大树村 真的是找死 幸好文官娘扶牢事先做好准备 才避免双龙或吸血公主等前去血洗魔王城 美脑袋三人组见识过半人蛇族的力量后 就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虽有几次想逃走 但马上就被地狱狼或恶魔之猪的小孩发现 最后彻底死心当文官娘盼死工作 当然食物好吃才是主要理由 不过这三个找死的竟敢偷跑去找村长 真是学不乖 公主住了几天后变得成熟 迎接新一名山精灵 虽然打猎不顺利 但做逃逸找年徒的本事一级棒 吸血公主大老婆有喜了 恭喜村长贺喜村长 之前没日没夜跟老婆打篮球终于有回报了 人数大三减 文官娘十位变成三位 山精灵似乎也被删人数 看起来21人变成5人 这样的人数附和得了工作嘛 话说以前在看web的时候 一直以为文官娘有上蕾成功 算在后宫群内 虽然剧情上只有上蕾失败被拦截 后来发现作者的人物介绍那边 一直都是疑似好几回人物介绍都如此 这大概代表文官娘们是无望的吧 山精灵是目前最后的后宫了 后来的web都没家人 龙王戏谱也大山人 只揭露了龙王夫妇 是连 水连根多卖母被删 毕竟戏份比较后面嘛 这级录看起来像刚发现怀孕 上集有说到现在是秋季 原作是夏季发现怀孕 隔年春季儿子出生 但现在不确定出生的时间 会不会往后延 应该不至于是缩短怀孕时间吧 不过下集预告始祖大人登场 下集有出生可能 看完重男轻女的沙唐妖精番后 再看这部 真的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世界 火乐的大树村 可真的是非常善待女性的 至少人口比例上 女性真的远超男性很多 作为领导人 我觉得火乐真算蛮成功的 而且我真的超爱大树村现在的氛围 贵族妹直接变最底层的文官娘 比起想从澡堂偷家 我更想看裸体上厕所派的文官娘 平平无起伏的山精灵 魔王城公主听信没什么知识的贵族三傻女 而打算派三百人去进攻大树村 真是找死业 不过好在福牢有事前准备 才没让双龙或吸血鬼等人 直接去血洗魔王城 尽管三傻女多次想逃离 但都会被一群地狱狼 加小恶魔蜘蛛们发现 姐姐我要提醒你们来大树村 就不用离开了 SS级防卫线太强根本无法攻破嘛 鹿因为在大树村待久了 所以个性和心智 相比起当初的幼稚显然成熟很多 鹿已经怀孕 代表火热村长即将升格当孩子的罢了 做部团真厉害 鹿才刚怀孕就立即做出婴儿服 那新生儿的围兜兜和玩具用品也交给你吧 是说鹿这回怀胎 那姐姐我估计倒数结局应该会进入灵盆期吧 这集的福牢真的越看越香 这部在后宫跟种田这两方面真的做得很有夫 另外格里奇和普加尔两人的妹妹 是受人正态的老婆 马蒙罗斯加好像也有登场 洞窟的纳蛇很强 血腥腹蛇那是食物肉品 基本上死之森的魔物都很强 纯侦查的队伍若是硬要打 就得有死伤惨重的觉悟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村长那样直接投掷神枪 探索队其实多数是小黑们加做不团孩子组成 真要打其实没啥问题 不过只是先侦查就不见得要打 纳蛇也是死森四天王之一 只有鹿他们的话是打不赢的 主要还是一群小黑孩子加做不团孩子的关系 正因为有他们 所以就算是侦查队还是能打 更何况纳蛇不会合作 血腥魁蛇加地狱狼加恶魔蜘蛛加格斗熊 就是死森四天王 做不团论外 补充村长其实被推就从了 不然村长没打算开后宫 高金以后的后宫都是女方主动 纳文官娘是有人防守才被挡下 在小说是被高金挡下 以后续剧情来看 就算怀上也不会提升地位 村外交流也很频繁 但还是以村长当第一 再不然也以村长后代为目标 原作则是录大概是二环三来的 第六年夏天发现怀孕 第七年春天长子出生 来的当天晚上就推了 但怀孕还是过了一段时间 原作是过了大约四年吧 动画的话大概一年 上一集说现在秋季 在之前有过冬剧情 所以至少过了一年 下回十组上线 今天解说就到这边咯 感谢你的收看 有看完就是支持3D了 喜欢这部讲解 记得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3D 开启小铃铛通知 拜拜